我們要去爬荷寬山 上個禮拜一我又跟大家一起去爬山了 爸媽常問我為什麼我都只跟朋友去爬 哇靠 你的脖子長得跟什麼一樣 哇靠 你的脖子好像特效喔 脖子真的很長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一千多公尺 然後就開上來 沒有 我是在防止雲車 所以我把頭卡在中間 喔 你好聰明喔 我們每次上來都會 雲車嗎 對啊 平地還好 可是爬山路我就覺得很痛 我每次都拒絕我們家說不要去爬山 然後每次都跟你們 然後我們就說 你為什麼不跟我去爬山 然後都一直跟朋友去爬山 我爸媽就會吃醋 我討厭雲車 討厭山路 討厭爬山的痛苦 討厭高山鎮 太帥了吧 欸好漂亮喔 超漂亮的 哇 爬了一下主峰 然後晚上會去 再去去住滑雪山莊 幹嘛 幹嘛 哇 這裡超漂亮 超漂亮 我們現在要走過去主峰 走走走走 超美 看到他們剛起步的 就讓我想起一年前的我 雖然說沒有效率 但是確實會有很多很多自由 也會有很多衝動 也會有很多想法 喝完 到底在幹嘛 欸 欸這隻 這隻什麼 完全不怕人 這隻叫什麼 你覺得這隻叫什麼 它感覺是一隻鳥欸 對 感覺是一隻鳥欸 是哪隻 你看它有兩隻腳 它有尾巴 而且它有翅膀 你太吵了 你不要嚇到它 還好嗎 還好 我們剛剛排完了 然後現在煮風 雖然不難 但是好累喔 可能有點太高了 三千吧 頭會痛 要小心喔 現在五點了 我們現在要來就是 鬆雪樓 Check in 跟吃晚餐 晚餐是五點開始 我們雖然住滑雪山莊 它是同一個老闆 只有這邊有 工作人員可以Check in 台灣最高的旅館 然後我們要去住的是 台灣最高的旅社 他們大廳長這樣子 還蠻大的 然後是一個 還蠻山林的感覺 廁所餐廳在那邊 我們是住二零 五個屋 這個是 灑鹿的成員 石俊 我們這個 秦城也是他幫我們訂的 所以這個三屋是要在哪裡訂啊 網路上訂 可是不是那麼好訂的 因為鬆雪樓跟滑雪山莊是蠻強的 要提前很早就訂 至少要 前一個月最保險 會在Check in的時候 給我們早餐券跟晚餐券 晚餐是五點開始可以吃 最晚是七點 早餐券的話是早上七點 到九點半 聽說晚上最好也是把早餐券帶著 要一起給他 因為他們要先算人數 這個也蠻小的 那個是鬆雪樓 要從這個小路轉進去 這個嗎?那道嗎? 對 最高的 背包客棧 它長這樣子 它叫滑雪山莊 它的正面是長這樣子 然後 門口就有像這樣的 桌子 然後還有電視 我們一進來之後 就看到這邊都是 和室同戶 淋水機跟廁所 垃圾桶有分很多個 都要分類好喔 我是住二零五房 上去之後也有桌子 這邊也有電視 我們住的就是這一間 那邊就是男生的監洗室 是長這樣子 比想像中的好耶 現在還蠻乾淨的 它燈只有這樣 一個小小的那個燈 只有第一個到的人 才會有鑰匙 就盡量 重要的物品都要自己帶走 因為只有第一個人有鑰匙 所以它基本上是不會鎖的 它這邊也有附拖鞋 掛鉤有四個乘以二 所以八個 這也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耶 就是通風 聞起來一點點潮濕 可是也不是那種很不舒服的潮濕 它是墊子 但是它是偏有彈性 中等偏硬的 它的厚度大概是這樣子 好舒服喔 欸棉被很乾淨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 它附早晚餐 然後又蠻乾淨的 這裡呢 就是他們的衣櫃 衣櫃還有一架 總共有 一二三四五 六隻 一人一隻 但是它是比較舊的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我現在這個給你 我們最後送給你 謝謝 好酷喔 和歡三 YJ 剛剛HANA給我說 我來不及拍 然後在我們房間 在這邊 這邊就是男生的關係室 所以分男女 女生的話在那邊 嘿 然後還有廁所 廁所的話是在這裡 然後總共有四間 一間好像壞掉 兩個洗手胎 然後電熱器就在那邊 滿乾淨的欸 就是雖然它的器材 是比較沒有那麼新 沒有那麼Fashion 但是全部都是滿乾淨 然後也沒有異味 我真的還滿驚喜的 因為我看圖片覺得好像滿老舊 但其實感覺是很乾淨的 我願意在這邊 長廁所 廁所是長這樣子 有衛生紙 春風機 可是 有點舊 它有點生鏽 這一個就是電熱桶 就是熱水 一定要看 看好它有 就是回升到65度的時候 再去洗 才不會洗到一半就沒熱水 其實它這邊也有像這樣子的 蹲的馬桶 山間洗澡的地方 也有洗手台 哇 哇 哇 它這個真的是青年旅社的等級 跟山屋差很多 我有住過山屋 山屋真的 沒那麼好 這邊真的滿好的 放東西的地方 有點高喔 洗澡的 洗頭的也有 然後 也很乾淨 通風也不錯 也沒有奇怪的味道 滑雪山莊在這裡 然後旁邊有一條樓梯 它是直往荷環山東風 但其實走上去 就可以到那邊 就是囉 就可以直接去吃飯 好喘 好喘 你拿那麼重 重不重 重重 跟你的一樣 爬上來就 好累 頭好痛 體力不足 太廢了吧 它頭有那種 心臟一邊跳一邊跳 它就那個 動動動 然後會有點痛 輕軌高山症 三個都有 太廢了吧 我們吃個晚餐 也這樣 餐廳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 還滿多人的 我們的晚餐 是自助bar 飯 骨肉 米粉 北菇蒸雞 鯨冬瓜 榨菜肉絲 椒麻花乾 筋筍 石酥 我買出來 在一個上 比較遠的上 它類似是射 也是海 然後我就 你起來去爬 很腦 蠻辣的 就整個腦子馬上流起來 然後像這邊 放在支援的廢房就 欸 好吃 這都會吃 雞嚴觀其醒 還在學習吃播 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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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到 對到 吃完晚餐 回去走 這個晚間 蠻漂亮的 這樣看起來也蠻漂亮的 然後我們發現 我們的 每一個床下面 都有這個電熱器 就是你睡覺的時候 它下面會自動發熱 就是電熱毯的概念啦 晚上就不會冷 因為像現在 我們剛吃完晚餐 外面就已經 12度 超熱 我們每個人的頭頂 都有兩個三孔擦 好像有點危險 就是在頭 我有住過山屋 山屋真的就是 很原始 這真的超棒 超棒 我會怎麼用了 這個 它有擦頭 要記得擦進去 然後它就有亮了 它就是等於有開了 那調整你要多熱 一開始先用熱 哇 好開心喔 我們才剛進來5分鐘 然後 斷線 1 對面也斷線1 馬上就睡著了 有夠熱 因為窗戶是可以開的 然後有紗床 所以如果太門的話 是可以打開的 我剛發現它的床 其實不長 就是我躺到這邊 然後腳就已經到這邊 它其實是重疊的 我很喜歡YouTube這個大家庭 現在幾點啊 超級適合我這個怪胎 我真的越來越覺得我是怪胎 現在12點 我們幾點開始睡的 我以為已經要早上了 結果越睡越痛苦 好像有點高三症 頭很痛 這幾年很操勞 身體越來越不好 唉 雖然他們在這種時候還要拍我 我也是覺得很想打他們 但也就是我非常喜歡這個圈子的原因 我非常喜歡紀錄各種東西 在這個圈子可以隨意自在的什麼都拍 什麼都不奇怪 大家都非常願意包容 非常願意被拍 非常願意分享 你知道嗎 在其他地方 你只會被當成變態 現在不痛 真的假的 哇 太有用了吧 這台 剛剛我的眼線比 它的 上來壓力太大 然後它也爆掉了 我的這個 也爆掉了 剛剛就自己 噗噗噗噗 全部都 跑出來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哈囉大家好 現在是第二天早上了 我們去爬下一座山了 因為昨天晚上 就 我有點不舒服 是有點高三症的症狀 我就去吸了那個氧氣機 吸了真的差很多耶 可是聽說那個有點開外掛 因為我們要適應這個高度的壓力比較好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才去吸 所以他們早上有去看日出 我就沒有 半夜房間的氧氣真的很不足 很悶 就是我本來已經 就吸完氧氣好了 可是我又回到房間 要睡覺的時候 覺得那個氧氣真的太少 然後氧氣不少 頭就是痛 它的那個電熱毯真的很棒耶 床墊一直暖暖的 覺得很開心 早上吃早餐也是到松雪樓來 然後跟昨天晚餐一樣的那個餐廳 是一樣是自助餐 然後稍微有點不一樣 它早上有多膜 然後還有多烤吐司 菜也稍微不一樣 晚餐比早餐好吃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晚餐吃完 早上起來嘴巴超級渴 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有味精 可是其他人好像又沒有 可能我餅乾吃太多 我早上起來真的嚇死 其實我的防曬是那種條狀式的 然後它是要用擠的那種 它就像餅乾一樣是碰空的 我一打開它就自動一直噴出來 噴出來 就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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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全部都停不下來 然後我只好跟它壓住 房間的話我覺得整體來說都蠻好的 因為在這麼高的地方 有住這麼舒服的地方 真的很神 很神 大部分我都覺得蠻好的 睡起來也蠻舒服 然後電熱毯也很舒服 因為我們剛好昨天下雨 所以雨衣都濕濕的 雨衣濕濕的掛在房間裡 所以房間就會變得有點潮濕 然後它通風就會變得沒那麼好 它雖然它的窗戶有兩個 但是它開了開的 就有紗窗的只有一個 就只有下面那個 所以通風其實沒那麼好 房間有六個人 所以大家睡一睡就 整個氧氣超級不足 裡面的空氣其實有點稀薄 所以如果高山陣的人 就是可能要出來走走會比較好 然後它隔音其實也不好 所以大家在裡面或在外面都不要大聲玄華 帶大家去看一下 現在太陽天氣有點好 這個早上日出真的很漂亮 然後這個 這個山欄 這個壯闊 那我們這次這個 最高的背包客棧的介紹就到這邊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頻道裡面還有很多 青年旅社跟景點的介紹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那就這樣啦 我是YJ 大家掰掰